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先開起來 上個禮拜我們大概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他這邊都空白的 所以分別把這邊第一個 他的單位把它查出來 他單位是根據什麼108 108查過來 那不是用人工的 因為以前你要眼睛看嘛 那現在的話如果不用眼睛看的話該怎麼辦 再來組別 組別的話是根據什麼 根據他的應該是這個第七個字 住專的話呢是根據第一個字 那第一個字可能是數字 查的 如果你取得的話是文字 那查的話可能會要變成 對應到的那個 這個升等這邊 它是 數字所以你可能要轉換 裡面題目我上禮拜有講過嘛 要加一個value 所以這個 這個外面要包一個value 不然的話會出錯 再來的話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平均這三個的成績 成績部分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假 跟a- 好 那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他的 這個應該是成績嘛 應該在等級這裡 就要把這個成績轉換成這個 這個轉這個 OK a-轉換成這個 才能 計算他的成績嘛 那你需要先什麼 用那個v乳函數先把它 找到他的成績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除以3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的話比較簡單這個是 這個的成績乘以0.3 這個的成績乘以0.7 然後合計的話就是把 這個乘上0.6 這個乘上0.4 最後做那個名次 名次的話就是用那個什麼 rank.eq 這個函數 然後針對什麼呢 第一個是他的成績 他的成績在這裡 那第二個是他全部人的成績 全部人成績就是這個範圍 他裡面排第幾個 裡面的話呢就排在第11名 那就自動把名次給做出來了 那只是說呢如果今天呢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動作呢因為如果經常每天都會 或者每一段時間需要重做一遍的話 那我可能會需要 最好當然不要重來做過啦所以 我們會需要做 什麼呢 最好做兩個按鈕好了 假設模擬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這個是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哪些資料呢 剛剛之前做的這些資料全部清空 H我先清除 清除的話 123 4 5 6 7 7個範圍 那以前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啦 當然手動方式 當然你變成什麼 你可能就Ctrl Shift向下 Delete 然後再一個一個慢慢清 可是問題還是很麻煩怎麼辦呢 首先第一個當然我們得有點像複習上個 學期的 那個VBA還記得吧 第一個先把環境打開 這個 然後呢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找到自動 自訂功能區 開發人員 第一步打開了 第二步的話呢 開發人員裡面的這個VBA 應該 還有印象嗎 應該 很久沒碰了吧 應該考完 交完報告之後 那當然我是建議他 經常性的去使用他 才比較不會忘 那我的習慣是把這個打開之後把它縮小 縮小之後怎麼樣撰寫對應的程式 這邊有個區塊 在這個區塊叫專案總管 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OK 所以 這動作還蠻多的 不過大家多做幾遍大家就熟悉 第一個把開發人員打開 第二個把VBA打開 第三個在VBA這個區塊裡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程式寫在那個模組裡面 OK就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有印象 1 這個是2 3的話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右鍵 4的話呢 點一下插入模組 會出現一個模組 你把程式寫在裡面 第五個動作 就OK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第五個動作怎麼做 按右鍵 插入模組 有了 白色的區域 再來的話在這邊寫什麼 寫一個 也許我今天要寫一個清除的一個 程式的話 那清除程式的話 以後如果你這邊要多按鈕 記得就是開頭一定要加一個叫sub的東西 sub的話就是 一般叫 紫程式或副程式 有沒有sub開頭 sub空一個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清除兩個字 按一個enter就可以了 sub清除 然後enter 他就自動幫你加後面這些東西了 有沒有還有印象 然後我們如果說要 在這裡面寫一個程式的話 那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for I 等於什麼 所以一樣要跑回 因為我們一個範圍的話是 用for回圈 forI 等於 第三列 空一格到 第七列 那你可以看一下 Ctrl向下 第40列好了 我們先打個40 NAS forI 等於 3到40 然後打一個NAS NAS的意思是下一個的意思 意思是說 3的下一個就是4 下一個就5 OK一直類推 一直幫我跑到第40列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 指定的這個欄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清空的方法就是 再打一個什麼 Sales 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I列的 B欄 OK B欄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幫我把它清空 清空的話就等於空的 空的就是這樣 應該有印象嘛 好如果我做這個動作的話呢 那我直接執行 他會幫我把這邊清空掉 不過清空之前我建議是先把這個工作表先複製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會用到這個公式啦 所以如果你清空 那他公式不見了 所以我先把他 這個注尊Ctrl鍵按住 拖拉一下 先把他產生一個 那用這個來做好了 清空按執行 你按這個就清空了 那如果 B欄清空了 D欄要清空的話呢 那你很簡單直接把什麼 把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把B改成什麼 改成D比較好了 如果把D改一下 執行 D又出 好那其實Ease是這一推 所以 總共的話呢 會有幾個欄位呢 7個欄位嘛 所以你就貼 4 5 6 7 太多了 OK就把這些 把它 貼上7個欄位 然後看一下 該3的3 就黃色的 所以呢 就是什麼 B D E 然後 K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KL OK KL 然後 MN 這邊把它改成M 這邊把它改N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清除部分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按執行 游標 游標一定要放這個區塊裡面 按執行 全部清空了 有沒有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要再讓它 這個執行之後 再把公式 全部再做過一遍的話 像剛剛 這個 做完的結果 我剛剛有複製一個 我是建議你先複製一個 再來清除 不然的話 清掉你就沒辦法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再把這個公式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清除後面這個雙引號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我產生我要的公式了 所以請各位先 把清除功能做出來 記得喔 你如果要清除之前 我是建議你先 布置一個再清除 不然的話你原來公式就消失 你再到時候要找 要重做 花時間 OK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